你会找慧红女生开心的男生谈恋爱呢 还是会找老实男谈恋爱 应该是老实男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人比较老实的话 就不会去跟女的勾搭那些什么的 慧红女生的话 当然女生很开心啊 是吧 但是如果这个慧红女生的男生 他不发心呢 那我就不要 那个发心的话 我女生是受不了那种的 你看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谁要受这种啊 是吧 老实的吧 踏实一点 不会出去鬼会那种 慧红女生的 我会选那种 因为比较成熟 如果慧红女生的男生 他很发心也发心 你还会选择他吗 那肯定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你花心 你红了边 我还要你来干嘛 慧红女生的男生 我觉得慧红女生的男生 因为情商比较高 可能在比较细心吧 照顾女孩子方面 那你会不会担心他会发心呢 看人走不走眼了 如果我看人比较准的话 他可能真的不会发心 如果是 如果是 如果人家比较发心的话 那我可能第一眼看人 我就觉得他不是个特别靠谱的人 老实一点的 因为我比较追求那个稳定一点点 太慧红女生的话会没有安全感吧 老实吧 因为他感觉比较靠谱啊 老实吧 我觉得慧红女生可能会中央空调那种感觉 如果老实呢 他长得很丑很丑很丑 丑到惨不忍睹 你还会愿意跟他谈恋爱吗 丑到惨不忍睹 我说考虑一下吧 因为如果他在平时那些行动那些 如果他能够打动我的话 我觉得我也不会介意跟他在一起 如果自己喜欢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 不愿意 因为眼空嘛 这个也得考虑一下 他说老实呢 他长相呢 就很一般 然后呢 但是很有钱很有钱 这个可以考虑 我主要是想说找那个对我好一点的 这个不要难得 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趣问街坊 与我们互读哟